六個按鈕 基本上就是我希望看到的結果是這樣 把它清除 然後這個可以輸出 這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就是格式化 格式化清除 也就是把那個 只要是排名是小於等於7的 它的底色一律幫我把它變成黃色的 然後再清除 那最後是把前七名的清單 直接列到這邊 那一樣有個清除 OK 那就是今天的作業 那試試看好了 這個程式其實 我是覺得 如果你以後的工作裡面 所有的動作會經常重複的話 那你剛剛有必要就把它寫成程式 不然的話你每次都要 用人工的方式再重複做 真的它浪費時間 而且沒效率 OK 尤其是資料量越龐大的話 越有必要 或者是除了龐大之外 可能變動性很高的 那當然也必要 就不要說一直用人工的方式 再慢慢做 那至於說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目前看起來 除了這個寫程式以外 我看好像 你說要有一些軟體可以馬上幫上 我看很難 Esser已經算是滿方便的一個軟體 但是問題是Esser很多功能還是沒有 像我們現在需要的這些功能 其實Esser裡面沒提供 那沒提供怎麼辦 如果沒提供 假設你又不會寫程式的話 那變成你就要塗法煉鋼了 像剛剛這些事情 每天都還要再下一次公事嗎 那每次都還要再格式化 用人工的方式慢慢比對嗎 但不是啊 還有列清單怎麼列清單 比如說你老闆每次說 你幫我把他列清單給我 我需要這個清單的報表結果 你告訴我一下就好了 但問題是說 老闆等一下我幫你查 那如果資料一大堆 你用眼睛那邊比對的嗎 OK 那比對就算了 第一個慢就算了 而且還非常容易發生錯誤 所以啦 與其這樣 我倒滿 還比較相信 就是用機器做出來的結果 有時候用人工 你說你這怎麼做的 我用比對的 你怎麼比對 我用眼睛比的 你可不可以寫個詞 或者是你可不可以再確認一下 不然其實錯誤還蠻容易 但是如果你電腦 比對出來的結果 理論上會錯誤的機會 其實是微乎起微 幾乎不可能 OK 所以我反而還比較相信 這個電腦所做出來的結果 前七名 那當然最後啦 列出前七名的結果其實OK 但是還是有同學最後會問說 老師那我可不可以 把這個排名按照他的這個順序 一二三四名來我想往下 所以第一名就放在F2 第二名放在F3 那這怎麼做 這個我想給各位自己去想想看吧 其實後來想出來結果也非常簡單 沒有想像中那麼複雜 因為最後的話其實只要改個地方就好 為什麼? 因為後來發現 這個地方的F2 假設要放第一名的話 那名次部分的話 其實就在他的儲存格裡面 排名這邊不是有第幾名 所以如果假設找到的是第七名有沒有 那七的話應該是放在哪一個位置? 哪一列呢? 其實基本上七應該是放在第八列 有沒有? 放在這邊 所以他的排名只要加一之後 就是他將來放在F欄的哪一個列的位置 所以如果我要改的話 其實也不難 就是直接把這邊K拿掉 就不需要K了 因為我們不是按照順序 所以K等於K加一這個不用了 K第一個拿掉 第二的話 K的部分只要拿 他找到的排名就在這裡 把它複製之後貼到K的位置 然後把它加一就可以了 這樣寫完之後得到的結果 就會是按照什麼? 按照第一名到第七名的順序 看一下 34號是不是第一名? 應該就是吧 34號就是第一名 然後再來就是21 21是不是第二名? 對,沒錯 然後再來就是28 28是不是第三名? 28第三名,沒錯吧 所以其實呢 最後假設你要按照順序排的話 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把K的地方 改成什麼? 他目前的名次 所以這個地方 目前名次實際上就是這個嘛 這個就是指的是這個啦 然後把它加一不就好了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Sales I列的一欄加一就可以按照排名得到結果 OK 所以今天的話呢 等於… 最後這個其實算是你們自己練習啦 如果你假設你希望按照哪一種方式排名都沒關係 試試看 反正就可以列出一個清單 但至少是確認說 你可以把前期名快速的取得就好了 尤其這個 你的資料量越大 那當然越能夠感受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效果 是真的差別是十萬八千里的 那今天的話主要是利用呢 102跟103年的樂透彩資料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我希望延伸啦 所以其實這樣 下一次上課也許你們可以找一下有沒有 其他的那個… 這個開獎的資料 那假設啦 我們要做一件事更大 不是兩年喔 我是要歷年 也許抓大樂透吧 大樂透好像從2004年到現在吧 好像快要19、20年的資料 如果我希望把歷年開獎的資料全部都抓到的話 然後來統計分析 那這樣應該更有意義啦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試看 然後並且今天的作業 就是這六個按鈕 OK 那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就先到這裡